Hello大家好 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我在尝试Vlog拍摄有一周的时间了 所以今天周末准备用这个视频来总结一下我这一周的过程 然后也有一些话想说 首先最重要的话想说的是 截止我在录视频的这一刻 我的YouTube粉丝已经有300多个 应该是335或者340多个 非常感谢你们对于我的支持 无论你们是从哪个视频开始看我的视频 感谢你们作为我的真正的第一批个人的粉丝 来支持我看我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的内容 将我的内容转发 或者说你看到我的内容订阅它 非常感谢大家 第二点想说的 其实是一个挺严肃的问题 就是当我和米切沃克斯米哥在CES上路视频的时候 我说了一些个人对于法拉第未来看法 然后引起了一些观众的不满 说觉得我作为一个国内的媒体人 说的话或者表达态度不是很负责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 首先我承认从我个人的工作的身份来说 我是国内一家科技媒体 虎袖网的汽车报道负责人 也就是说确实是国内一名在职的媒体人 当然我更想说的是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当我在以个人身份上传YouTube的Vlog的时候 其实我本质上是代表个人态度 我的内容和发表任何观点是不代表虎袖网的任何态度的 所以我会希望在视频中尽可能的去展现真实的东西 真实的态度以及我的看法 所以我不强求每一个观看我视频的人都和我有同样的看法 我觉得有不一样看法才能碰到出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我只是想说明我在视频中所表达的东西都是我真实的看法 如果你有不满你可以在评论区 有好的来告诉我 或者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也就是这样 OK 所以有关于反思的话和感谢的话基本就是这么多 再次感谢订阅我的三百多个粉丝 然后当然今天这些视频也不可能这么干说 只说随便聊一聊 我觉得还是要谈一些正事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真正每天工作 或者说生活都在接触顶级数码设备的人 然后平时用也都在用这些东西 然后我是在用什么设备来拍摄我的Vlog视频的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平时拍Vlog设备 这些很多Vlog博主都会说过 然后我准备说一下我的搭配 先说明一点就是我现在拍摄的这个设备是一款80D相机 就是它好的一点在于它的对焦非常准 它有一个人像的和触点的对焦模式 就是说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对焦点紧紧的锁在我的脸上 另一方面它有一个侧翻的屏幕可以翻过来 来完全来让我能看到我的样子 所以我在家一般或者说固定机位录制视频的时候 我会用这台80D的相机 当然在外面录制Vlog视频的时候 我会用我手上这套搭配 然后我最近还新入手了一些小玩意儿 我也准备跟大家详细说 定向麦克风 然后下面是中间是这个索尼α6500的微单相机 配了一个1650的一个HLC画幅的这种套机头 底下是一个这个Joby的三脚架 我觉得这套装备其实在我这一周日更的这个Vlog视频中 还是给了我很大的便利 首先我说的时候为什么选这三套装备 我觉得做Vlog录制的时候 轻便其实是非常必须的东西 就是你能拿出来随时就拍 然后你还能保证这个画面稳定性 而α6500是目前我觉得拍摄Vlog 能保证画质和这个整体便携性 平衡最好的一款相机 就首先它的画质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它是APS-C画幅 比那些很多博主在用的那个佳能GTX 那是一英寸级的便携机要好很多 然后另一方面它的这个整个的便携性也很好 我觉得它是这个 没有比卡频机大多少 但是画质显然要比卡频机好很多 另一方面它可以外接这个定向麦克风 这个定向麦克风其实还是非常重要 能保证我在室外录制时候的收音稳定 所以整套设备其实是这样来用起来非常轻便 然后我脚架用了一个Joby的GP8 Plus的脚架和云台 就是这个脚架和云台 其实我在选配的时候没有想太多 因为我最早想配的是我这个80D 所以这个脚架现在看起来用这个6500是稍微有些沉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Joby的脚架长度 其实对于我这个体型的人 当我这么在录制Vlog的时候还是挺好用的 每周我在之后这段时间可能会换一个相对来说体积比较小的脚架 除了这套设备我的日常在用之外呢 最近还购入了两个新的小玩意儿准备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手上这个Avatar的一个便携的摄影灯 还有一个叫做Highlight牌子 一个国产还是国际品牌的一个小云台 就是因为我在家录制视频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 我自己卧室的这个灯确实不太够用 所以我需要有一个补光灯 当然也不需要特别专业 所以我就问了一下我的前同事 我的同事就给我推荐了这个Avatar的这个便携灯 这便携灯的好处在于 这个是真的非常的像一款这个手机一样的消费数码设备 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机身做工非常的扎实 也很坚固也很方便 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 它的背后有一个彩色显示液晶屏 当我打开这个机器之后 它的这个液晶屏会亮起 然后显示一些简单信息就是色温和这个亮度 我直接打开 你看就可以给我补光 然后我在上面有三个按钮 一个是模式 就是我可以调节这个色温的变化 然后你可以直接看到我这脸的色温的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亮度 也可以直接调节亮度 这个亮度我觉得自己在家拍一些东西的话 是完全够用的 还是挺方便的一个小的便携灯 但是这个小便携灯 一个问题在于哪呢 就是它在买的时候没有配套任何的支架 它只有一个四分之一的螺母 所以为了这个便携灯呢 我又买了一个叫做Highlight的非常小的云台 这个云台还是很方便 就是非常小小 但是做工非常好 是绿合金的 还是要感谢那个一个B站的博主 他叫摄影师陈文坚 他在他的这个视频中给我们这个介绍了很多 关于拍摄的一些东西 从一个专业摄影师的角度 然后我这个云台也是从看了他的视频之后 买过来用的 确实是非常的坚固 然后我在之后这段时间 也会用这个云台来连接我的这个便携灯 然后打放在我这个80D上面 作为打光的设备来做室内拍摄的一些灯光补充 那现在基本上用的设备就是这样 另外我的剪辑是用的是什么呢 拍摄基本上说说剪辑吧 剪辑我其实平时用的是 我一直在用的这款 就是苹果的MacBook Pro 2016年下半年款的这个一个 touch bar的版本 还是挺好用 我觉得很多博主都在用这个机器不太想多说了 我后面贴的这是一个贴纸 回头率感觉还是挺高 挺好用的一套设备 那总而言之 其实基本上我的拍摄设备就是这些 所以今天的内容也基本就是这样了吧 不会想说太多内容 简单给大家介绍拍摄设备最重要最重要的 还是要感谢这一周 从我拍摄这个视频Vlog以来关注我的300万粉丝 你们是我最初的这一批支持者 谢谢大家 当然我也希望我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中坚持这个Vlog的拍摄 然后输出更多更好的内容 也能获得更多的关注者 最后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想要问一下大家 会对什么样的内容比较感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留言的话 欢迎在底下评论区说一下 然后我也会之后会着重去拍一下 好今天就是这样 那我们下评论区我们下评论区 就会给大家看